还有呢就是CCD四页的相机 一台 阳台 三台 这台呢我在日本拍了很多照片 四台 五台 一共有五台啊 在日本呢这种CCD的老相机 好像价格也挺高的 最起码都要500块钱一台 我这五台呢平均的价格也来到了500多 还有一台我记得 还有一台相书船的 店员呢还给我写了个型号 因为这台佳能呢 它是一个40的型号 它呢是少了一个这个型号的电池 其他东西都是齐的 齐的 然后一看这小屏幕就知道年代感了 对吧 其实效果怎么样呢 我在日本拍的照片 给大家贴几张看看吧 再见咯 再见咯 我走了鞠躬也没用 我没有了 不要鞠躬了 走了 都是路啊 今天天气呢就是有点不好 不然的话这些小物眼睛都会放光 看见你的小饼干 接下来呢就是手上的这些小玩具小杂物 可以说是非常的酷炫的 这个啊这个小时候 我看我邻居家有一个特别的眼馋 但是我邻居呢那是奥迪双传 这肯定不是奥迪双传 但是可以看出这是奥迪双传模仿它的吧 可能啊那它呢其实是个遥控车啊 这一次台 哎你看这个天线 这一次台mini啊 它呢其实 可以遥控啊 然后这个 地方好像生锈了 之前电池还长在这边 铜锈 但不知道好话呀 嗯回头试试看吧 这个铜锈给它除一除 然后这个好像是可以这样子掰下来 这个说明书上啊 是可以掰下来的 具体怎么玩呢 到时候看看 接下来呢就是一个伤心的故事 这个碟啊 这个碟只有一张了 这个AK48的碟呢 本来是有这么一摞的 我还拍了张照片 可是我丢在了香港 我把我的包裹丢在了香港 不光只有这个碟啊 还有衣服啊 鞋子啊 还有其他买的VD 还有好几样东西 最可惜的就是这个碟 居然只有一张了 这个碟我们看一下吧 其他的封面都比这个好啊 这个你看学生装 哎没啥看头对吧 其他的都是比基尼啊 好伤心啊 真的哎 那个香港的巴士呢 还告诉我没有捡到我的东西 应该是多多少少有点点宣传厕了 这个 这个太 这个就这样 金碧辉煌的 也挺好看对吧 但是没有比基尼来的好看啊 这个 这就是我这次行程 很伤心的一个点 行吧 之后我研究研究 他的这个唱片 如果是DVD的话 那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 等我好消息 下一个 这个呢 是一个土星的手柄啊 100多 100 100块钱左右啊 2200的价格 它是一个可以编程的手柄 那在N多年前 可能两年前吧 我也买到过这么一个手柄啊 其实 还在我家里 回到我找起来 这样子就凑成一对了 这才承受呢 很新 而且它有说明书 教你怎么用啊 这是土星的手柄 通常是没有这个编程的 哎呦 我说明书呢 我说明书呢 应该在这里面啊 在这啊 你看 它有怎么玩 怎么设置连接啊 设置各种快捷 输入啊之类的 这个手柄嘎嘎酷啊 100多一点 挺不错 然后是这台小车车 50块钱 它的成色挺新啊 另外它有电路板 这个到底什么样的情况 我不知道啊 回头研究研究 看着挺可爱的 对吧 就这种迷你的小车 这个5块钱 V68 这个索尼出了一个尺寸的录音碟啊 录像碟 那我刚好有台这个 需要V68尺寸的这个小电视啊 回头可能用得上就买了它 然后这个之前说过了 是一个AV的一转三 然后这里是一台吃豆人的卡带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游戏机系列了 最后也就只有这些了 首先是一个FC的接机手柄 这个也很稀有啊 这个价格 990的话呢 就是人民币 40 50块钱 40多 这个盲盒 1000块钱 10张PSP的游戏碟 回头咱们做一个视频啊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像什么 扎篮白球之类的 死货生之类的 然后这台啊 这台Lite 我觉得是我买的最便宜的 这台Lite 应该是动作OK啊 也就是好的 你就花了500多块钱人民币啊 那这个价格呢 其实是相当之划算的 下一个 PSP 这台呢100多 PSP跟PSV 啊 那个时候我上次拍视频的时候 有讲到这两台 我就把它买下来了 那这是PSV 橙色也都还可以啊 然后最亏的就是这台 这是台 星小山啊 怪物猎人的 那它呢 其实屏幕一般啊 而且这个按键 你看油脂脂的 还花了我700多块啊 所以说这台 它就只有个裸机而已啊 这台呢 就还没有比啊 就就就就很亏啊 亏 哎 但是算了 买回来自己玩玩啊 我之前那台白色的3DS呢 已经没了 接下去呢 就是我本次买到最合议的产品 GBA GBA有什么合议的呢 它带了一堆配件啊 它是一个可以在电视上玩GBA的一个GBA 也就是它带了一个你看这个啊 AV线 还是支持S端的一个视频输出设备啊 也就是你可以连接彩间 连接你家的电视玩GBA游戏 这多酷啊 GBA就这么小屏幕 那通过这么一个复杂的外设呢 变成一个大屏幕 想想都厉害啊 啊 这就是我最满意的产品啊 这不知道有没有用啊 但是它上面写着OK 那我觉得它应该是OK的 还有两台狠货就没有了 也不算是狠货啊 这是一台2DS 透明版的 相说船啊 必须是相说船 橙色还可以啊 不错的 各方面都还可以啊 也不缺比 最后最好的呢 就是 就这个 新的2DS啊 它呢 一看就不一样啊 长得畸形怪状的 勇者斗恶龙啊 这台呢 它有个缺点就是没有电源啊 它已经学会了苹果那一套 打开以后呢 就一个机子 然后 一个保证书 然后背后呢 就是一个勇者斗恶龙的 里面呢 有一张 铁 就没了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机子啊 这个机子花了我1800还是多少 还是1600 特别新啊 你看 卡卡新 这个可以查掉的 合作款啊 就是不一样啊 很新的一台 这个就是本次的最大收获了 你觉得怎么样呢 还漏了一个 这个是一个很早以前的 这个是相机加video 这个是video啊 挺帅的 到时候好用的话 给大家拍个视频 这个是50块钱吧 还有漏网之余 这个 这是台小电脑 这个微软的小电脑 这个很久了 很久以前 我为了读那个相机的卡 我专门买了它 这个是300多块钱 然后还有这个 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 迷你相机 给大家看一下 焦断记忆 相收船啊 这个东西好像也是300块钱 忘记多少钱了 反正是很酷 而且是相收船 最后就是 这个 不倒是啥小玩意啊 300日元15块钱 感觉像个冲天宝 应该就是个电子烟 是电子烟 OK 那么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些东西呢 我会专门的拍一个视频 有些东西呢 我可能自己要绣绣弄懂 好吧 那么就这样吧 喜欢视频呢 同样的评论 点赞关注我 拜拜 这一堆东西 好好得收拾收拾